89、《文匯報》 《武中聯辦公安速遞致電騙才有有三女中招》 2015年7月26日香港新聞A05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道發組、電話騙圖假武中聯辦、公安及速遞公司有得手 再有三名女事主三日內先後中招被騙 合共損失於77萬元 其中一名女受害人更易對假公安深信不移 先後四次共將約19萬元人民幣回到一個指定的內地銀行賬戶 警方將三案驅裂作詐騙案跟進 呼籲市民應提高警覺 葵聰府四道被騙共24萬案假公安指示先後四次回款的女受害人姓劉五十四歲 居住葵聰聖東 姓家劉一單位 本月23日上週三 劉職獲一名自稱是中聯辦人員的男子來電 指其可能牽涉一宗內地刑事案件 並給予他一個電話號碼 要求他致電協助調查 當女事主案指示致電聯絡時 對方指稱是內地公安 直指他涉嫌幹反刑事罪行 女事主警對對方身份深信不移 並先後四次案指示將共19萬元人民幣 回到一個指定的內地銀行賬戶 自昨天凌晨三時44分 女事此醒覺懷疑受騙 遂向警方報案求助 案件去設交由葵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另一名租假務中聯辦及公安人員騙錢的女事主 主役性樓三十七歲,家主由麻地新田地街160號一單位 前日,上週四,他在家中接獲指稱是中聯辦人員的男子來電 同樣指他涉嫌幹反刑事罪行 隔世皮電到另一個報稱是內地公安的電話協助調查 對方要求他提供其內地銀行賬戶資料 其後他發現賬戶內約三十八點三萬元被人轉賬到另一個內地戶口 他懷疑自己受騙 隨於當晚六時三十五分保警求助 案件交由由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二十五歲女嵌郵包片案室十五萬至作入早上十時零八分 警方再接獲一名姓廖二十五歲 女子報案,此早前在中環乾樂道中一百一十號接獲一名 自稱是速遞公司職員的男子來電 聲稱他寄出的一個郵包內懷疑有違禁品 該名男子隨後要求他登入一個指定的銀行網站並提供個人資料 又要求他案指示將十二萬元人民幣約十五萬港元 匯到另一個內地戶口 他匯款後懷疑受騙 於是報警 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已接手跟進 還有一段時間 會多吃到千時間 三十七八。